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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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说是要给太原留守李渊举报有谋反者 李渊一听说 有谋反者 来 赶紧把你那状纸给我拿上来 那么他让谁去拿呢 让王威去拿 结果刘正辉不给 刘正辉说什么呢 刘正辉说不行 这个不能交给王威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告的就是他 这个李渊还佯装大惊失色呢 不会吧 还会有这种事啊 拿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什么呢 说是王威和高军雅勾结 突厥 意图打破太原城 是这样的一个罪名 结果王威和高军雅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 跳起来指着这个刘正辉等人的鼻子大骂 说这是反贼想杀我等 但是对不起 这个时候你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呢 李世民早早已经带兵 把整个晋阳宫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刘文静等人上前 将王威和高军雅都给抓起来了 投入了监牢 刚抓起这两个人的时候 整个太原城搞得是人心惶惶 老百姓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怎么着 为什么呀 怎么留守把两个副留守给抓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而后来听说是因为勾结这个突厥作乱 谁知道真假呀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厥人还真来了 有几个突厥骑兵啊 甚至一度进入了太原外国城的城门 这下子整个全城一下子爆发了 这等于是一下子把王威和高军雅 这两个小子罪名算是给坐实了 说你俩勾结果不其然 你俩刚一被抓 突厥人就来了 对不对 那毫无疑问呢 那罪名肯定是真实的呀 其实要我说这两个就是纯倒霉 这事应该是个巧合 总之一句话 这下子群情计啊 于是李渊下令将他们两个斩首 适中 这就等于公开的 举起了反叛的旗帜 这一天是大业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一十七年的五月甲子 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注定将载入史册 杀了王威和高军雅 等于是正式举起了反随的大旗 但是此时李渊呢还心急不得 他是想马上去攻打长安 但是对不起 有很多原因撤走 尤其是其中有两件事 他必须得马上制定针对性的这个方针 哪两件事呢 第一 怎么样稳定后方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公开打出反随的旗号 这都是他马上需要做出这个方针政策来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后方最大的问题是谁呢 就是突厥和这个刘武周 当然了 突厥就是刘武周的这个幕后老板 这点谁都知道 但是突厥实力强劲 自己与之公开对抗 恐怕毫无胜算 尤其是这阵 已经大兵压境 侦察兵都已经到了这个泰原的这个外国城了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当然当务之急是首先先把当面的突厥给他击退了 这是集中之急 那么这时候李渊就开始制定自己的策略了 他知道突厥实力强劲 这点毫无疑问 但是突厥人也有缺点 怎么呢 首先突厥人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往往呢很模糊 主要就是针对钱财 对地盘本身没有多大的这个兴趣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突厥人长于格斗 短于这个谋略 经常也打败仗 还有一个就是突厥人呢 不善于攻城 长于野战 另外这日已经是夏季 而突厥人还有个特点 惧怕内地的炎热 所以夏季他们在内地作战的周期 往往比较短 针对这些特点 李渊制定了自己的这个方针 他决心干什么呢 出奇制胜 我跟你玩心理战 怎么个心理战呢 首先他呀下令军队潜伏在城内 然后命令 把外国城的城门都给我打开 就这么堂上皇子打开敞开 你让来你就进来 结果反倒把突厥人给吓住了 突厥人在城外一看 这城内非但不做戒备 反倒把整个城门全都敞开着 然后城外又不见其他的老百姓 这什么意思呀 这很明显有埋伏啊 于是突厥人吓得呀 反倒他不敢进来了 这不就是另一种版本的空城计吗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李渊一看突厥人不敢动他了 李渊马上使出第二计 怎么呢 他让部队每到夜间就悄悄的潜出城外 然后在城外某个僻静处 突厥人看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 这些部队大张旗鼓 鼓吹奏乐 然后呢浩浩荡荡 开进到太原城里边来 给突厥人一种错觉 什么呢就是这个李渊的援军在源源不断的到达 最后突厥人觉得本来工城就不是咱们之所长 人家李渊这边呢又不断的有援军 看来这城啊是打不下来了 于是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就是退兵 退走了 好了 眼前的这一关 这算是过去了 算是把突厥人给吓退了 李渊阻止多谋 用空城计吓跑了突厥 赢得更多的民心 太原城内百姓都拍手称快 然而此时 李渊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反而更加紧张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在禁军长安的途中 难保突厥不会卷土重来 一旦他们围攻太原 就等于包抄了李渊的后路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李渊需要更周密的计划和部署 那么这次李渊将会用什么计策呢 李渊最后 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与突厥这个结盟 这也就发生了我们上一讲所讲过的 他派刘文静出使突厥 暂时的可以说称臣示弱 而且在这一次出使之前 李渊特地写了一封亲笔信 交给刘文静 在这封信 刘文静出甚至确 EEG 系统 在事物上 shrpo 原来 孟czenie 容赫 尤拜 永远 中文字 因这 这个诱惑 而且这次 在给这个突厥可汗写信的过程当中 关于这个信 里边这个字眼 比方说是用起 还是用书 李渊和部下产生了分歧 李渊坚持要用什么呢 要用起 而他的部下提意见 说那突厥人 本来也没多少文化 说实话 你就给他用个书 表示平等关系 这不行吗 那个起字 那不是有点下级给上级的意思吗 对不对 它不平等 那么李渊是怎么解释的 李渊笑着说了这样一番话 他说 千金都已经付出了 还在乎一个起字吗 而且你们要知道 你说突厥人 文化水平低 但实际上 突厥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有不少 中原逃难过去的知识分子 我特别担心 他们在可汗面前 利用咱们书信上的 那么一两个字眼 做文章 在那进行挑拨 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暂时示弱 也就示弱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是他在信上坚持 还是使用了这个起义 最终 刘文静的初始 可以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突厥给李渊送来了 大批的战马和士兵 这个就标志着双方 同盟关系的一个确立 李渊暂时可以说 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 当然了 与此同时 受到突厥支持的刘武周 那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威胁 尤其是这家伙 一直对太原城是虎视眈眈 这也是李渊不得不防备的 因此等到后来 李渊踏上去长安的征程的时候 就不得不留李渊吉 在太原镇守 而且分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 给了李渊吉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的 是不是公开打出反随的旗号来呢 太原举兵毫无疑问就是反随 但是问题在于反随归反随 那么究竟打不打反随这个旗号 那这可就有讲究了 李渊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公开打出反随的旗号 相反他姚尊扬州的这个隋扬帝为太上皇 然后在姚尊镇守长安的代王杨幼 为新的这个皇帝 尽管谁都知道李渊的这个野心 但是李渊就是不打出这反随的旗号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 谨防树大招风 你要知道当时天下是什么形式 群雄并起 逐鹿中原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这么说 谁先称帝 谁先公开的反随 谁就是全天下人的靶子 隋朝那这还没有灭亡 各路的异军实力又都很强劲 不仅隋朝政府军要来打你 其他的人也会把你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这阵干什么呢 最适合闷声发大财 先积攒力量发展力量 称帝的事以后再说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谨防内部产生分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很简单 你要知道李渊集团原本是 隋朝镇守北部地区的一个武装集团 那么此时李渊举兵 刚开始杀这个王维和高军雅的时候 给他们的罪名是什么 大家注意 给他们的罪名是勾结突厥作乱 而不是阻碍我李渊举兵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在密谋举兵的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小部分心腹和我的儿子们心理清楚 没有跟其他人商量过 你这个如果突然之间 打出反随的旗号来 很多人心理上一时扭不过这个弯来 内部会产生分歧 所以不如我先说打出一个旗号 我反对的是隋阳帝 我不是反对的隋朝 你要知道这个旗号很精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隋阳帝现在已经把国家搞得是 分崩离析 天怒人怨 所以这时候你提出来 说是我反的是隋阳帝的话 你别说 好多隋朝的官员都觉得和他们的心意 他们也对隋阳帝不满 但是我不公开打出反隋的旗号 还要姚尊杨幼为皇帝 这就是李渊的这个精明之所在 等到我拿下长安 水到徐城以后 那个时候我再说我称帝 恐怕也就没有多少阻力了 对于李渊来说 通往长安的道路凶险万分 他的四周潜伏着无数的敌人 除了隋朝军队 还有各地起义军及各路诸侯 其中瓦刚军首领李密实力雄厚 可以说是李渊称帝路上的一个极大障碍 而刚刚举起反随大旗的李渊 相比而言力量薄弱得多 那么李渊将如何处理与李密之间的关系呢 李密又是如何看待李渊的呢 他会与李渊为敌吗 当时李密的瓦刚军 可以说是在天下各路起义军当中 实力算得上是最雄厚的 庸兵数十万 而且部队战斗力强 纪律延明 李密这个人呢 身浮众望 从哪个角度上来看 李密都是当时夺取天下的 最有力的候选人之一 但是话可说回来 这阵的李密啊 也是有一些难言之隐的 怎么回事呢 李密虽然连续击败强敌 给自己积攒了很雄厚的实力 也给自己积攒了很多的人望 但是你要知道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瓦刚军可是姓翟的 当年是翟让收容了自己 给了自己部队 让自己壮大起来了 可是现在 你要知道 双方的矛盾就逐渐出来了 怎么呢 翟让那个人呢 胸无大志 他碍事 尤其是翟让这个人 到现在还拥有很大的权力 他的那个手下兄弟 也时刻对李密 产生着掣肘的这个作用 所以此时的李密啊 有一个问题 一方面 他是志得一马 大有比拟天下之势 另外一方面 内部 却老是不顺 李不顺这个关系 所以 现在可以说 已经到了 做一个了断的 这个时刻 而翟让这边呢 说实话 这人起事虽早 但是是一个 缺乏自信心的人 他本人倒是对李密 是心服口服 可是他的兄弟和手下 则不尽然 这些人呢 哎呀 目光短浅 怎么能容你这个 李密一个外来户 在这称王称霸的 所以说这些人 跟李密之间的矛盾 就很深很深 翟让这边 虽然说是公开的拒绝了 与李密决裂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但是这个人性格呀 不够坚定 而且又胸无大志 自信心缺乏 这种人特别容易受左右人的这个影响 因此 耳边风灌多了 久而久之 跟李密之间的那个缝隙呀 也就越来越大 产生隔阂了 并且到了最后 就发展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后来 翟让恐吓防岩藻这件事 成了双方交物的一个导火索 防岩藻是什么人呢 防岩藻啊 是李密的这个左膀右臂 他早年间 曾是隋朝的宋城县位 后来参加过杨选感的反叛 然后又辗转地加入了这个瓦岗军 是李密的元帅府的这个左长使 位高权重 但即便这样的人 也曾经遭到过 翟让的这个辱骂 翟让有一次骂他 说你小子啊 怎么回事 我听说 你打下了汝南城 获得了很多珍奇宝货 而且你把这些珍奇宝货 全都给了这个卫攻 一分钱都没给我 你小子是个东西吗你 你就知道你卫攻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家卫攻那是我立的 以后怎么着啊 那还说不定呢 你看这翟让 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所以说我跟你说 翟让这个人真让人很无语 很无语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你 首先第一点 你这个人 对于李密政治上的野心 对于他夺取瓦刚军大权的 这个野心 你来了个视而不见 麻木不仁 另外一方面 你却会因为一些 钱财方面的迎头小利 去跟李密交物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翟让 不智 你太不聪明 房元早 受到了他的恐吓之后 房元早就联合 李密另外一个亲信 叫郑婷 两个人一块来劝这个李密 跟李密说什么呢 说是这个翟让这个人 为人不仁 你要早做定夺 那意思就是劝李密杀 翟让 结果李密当时还有点犹豫 李密说 现在天下未定 咱们就搞内部的诛杀 这个让外人听了 请不吝点赞 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 然后李密就给翟让 摆下了一个鸿门宴 他当时邀请翟让 翟让的手下 翟让的兄弟们 一起来喝酒 酒宴开始之前 他跟翟让说 说今天呢 我这心里也高兴 今天就咱哥几个 一块喝个痛快 这些随从啊 就不要让他们 站在咱们旁边了 碍事 结果呢 双方的大批的随从 就此就退出了 这个宴会厅 而实际上 李密已经在宴会厅 周边埋伏下了 这个刀斧手 然后紧跟着 双方就开始喝酒 酒汗耳热之际 李密让人 拿了一张弓上来 谎称说 这是我心尽得到 一把良弓 请翟让 看一看 这个宴的力道如何 那翟让 毫不戒备啊 站起来 拉过这个宴 然后将其引满 想试试 这个宴的这个力道 结果这个时候 李密身边 有一个壮士 叫做蔡建德 蔡建德 这个家伙是 从后面 是一跃而起 一刀 就砍在了 翟让的这个 后脖颈上 翟让一下子 身负重伤 躺在地上 发出了牛吼一般的怒嚎 然后紧跟着刀斧手 一下子 冲入到了这个宴会厅当中 一时之间 宴会厅变成了一个屠杀场 翟让的亲信 翟让的兄弟 全都死于非命 那么这回好了 这场宴会上 翟让 以及翟让 所有的亲信 全部被杀 然后他的部队 被李密一分为三 分别交给了 徐世纪 单雄信 和王不当 三个人 来加以统领 这下子 马刚军 彻彻底底的 兴了李了 那么此时的李密 也就真的有了一种舍我 其谁在的 这种豪气和自信 就在李渊举兵之后 李密就写了一封信 李源看了之后 能不生气吗 李源心里头肯定不快 但是大家也知道 李源有个最大的优点 李源有个最大的优点 会忍 这人能忍 这人知道什么时候 该发脾气 什么时候不该发 他笑着对左右说 说是这个李密这个人 网自尊大 但是 我这这儿还真不想 跟他做这个口舌之争 不如我 用谦卑的语气 给他回一封信 稳住他 等于让他为我 牵制住洛阳的 隋朝的重兵集团 好让我 好让我 能够毫无后顾之忧 并立西向 去拿下 长安城 所以 他就让温大雅 替他 写了一封回信 而且这个回信里头 措辞 是 所以这李密 得到这封回信之后 李密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李密跟手下的人 心 但是 实际上 李密内心 非常高看 这个李源 原因很简单 你要知道 天下虽然大乱 但是他不写信给 邓建德 他也不写信给什么杜菲 也不写信给薛菊 也不写信给刘武中 他专门只给李源写信 因为他认为 有资格与他争天下的 只有一个李源 带有一种 逐久论天下的这种感觉 天下英雄就是你我二人 所以呢 我给你写这个信 结果李源这么 一回信 所以李密就跟逮饶了 这下好了 天下不足定义 实际上李源就是 麻痹他 在隋末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中 以邓建德为首的 河北起义军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些揭杆而且的队伍中 除了以李密为首的 瓦刚军实力强大外 邓建德也拥有着 强大的武装力量 那么邓建德究竟有何背景 他是如何建立和发展 武装集团的 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又如何呢 邓建德这个人 也堪称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当中 实力最为强劲者之一 而且这个人始终是身符众望 深得民心 他家看起来不是什么官宦家族 应该就是农民 世代为农 这个人从小不但恐无有力 有武艺 而且这个人自小就以众信诺而著称 讲义气 很会做人做事的这么一个人 后来他还曾经担任过里长 里长是隋朝基层的管理人员 那么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他呀获罪了 不得不潜逃了 后来又遇到了大赦 他才返回了家里边 至于是为什么犯罪了 史料上没有记载 然后呢 等他回来之后 过了不多久 他父亲去世了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这时候你看 邓家的威望就体现出来了 十里八乡 赶来参加他父亲丧礼的多达千人 大家给他家赠送的金钱 布博这些东西 人家窦建德一一谢过 但是分文不取 后来到了隋阳帝 罚辽东的时候 在全天下争兵 他呢也被争了 而且被委认为所谓的二百人掌 但是窦建德 内心里十分憎恶隋阳帝 看隋阳帝把这个国家 搞成这个样子 他心里很憎恶 于是他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选择的是前逃 他和他的同乡朋友们 一起开了小差 这时候就不能回家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 他跑到了附近的一处湖泊 叫什么呢 叫高基坡 高基坡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在今天的河北的这个固城县 这个地方是张河水 汇聚而成的一个湖面 这个湖面非常的广袤 广达数百里 而且呢 是这个杂草芦苇丛生 所以躲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进可攻 是退可守 而且都建德这个人呢 颇有人望 他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招纳周围的床者 很快给自己积攒起了一个 数百人的这一个武装队伍 当时天下已经大乱 盗匪横行 这些盗匪走到哪儿都是打家劫舍 唯独路过高基坡的时候 据说连高声说话都不敢 可见窦建德的这个威望 究竟如何 但是无可奈何的是 这一阵 隋朝的官府已经盯上了 窦建德 把窦建德的家人都给抓起来了 然后是不论男女老幼 全部开刀问斩 这下子窦建德呀 怒火中烧 更坚定了 与隋朝斗争到底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后来选择的是什么呢 投降了当时势力较为强大的 河北地区的一支起义军 高士达部 高士达见到窦建德来想 那也是非常高兴的 他早就听说过窦建德这个大名 结果呢 他就给窦建德不断的 这个委派军队 最后窦建德手里头掌握了 近万人的一支队伍 越发壮大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高士达的起义军 引来了隋朝政府军的攻击 当时隋朝的卓郡通手 叫郭炫 率军来征讨高士达 结果高士达见隋军来势汹汹 而且他有自知之明 怎么呢 他知道自己要论指挥打仗的能力 是远不如窦建德的 于是他就将部队的指挥权 交给了窦建德 窦建德思前想后 决定出奇而制胜 怎么个出奇制胜呢 他就演出了一个双簧戏 他精选了七千个精兵 然后带着这支部队 离开了高士达部 对外宣称 是我跟高士达有矛盾 我呀出走了 而高士达这边呢 也高调宣布 说是窦建德不是个东西 窦建德叛逃了 而且煞有介事的 还找来了一个女性俘虏 对外谎称说这是窦建德的老婆 然后将其当场斩首示众 好 就着这个热和劲 窦建德给郭炫写了一封信 意思就是说 你看高士达不是个东西 把我逼成这个样子了 我现在只有一条路 我来投降您 那郭炫当然高兴啊 所以郭炫是毫不戒备 率领着隋军长驱直入 来跟窦建德进行什么呢 汇合 好了 两军汇合起来之后 隋军呢 不以违背 让窦建德引着 就往这个包围圈里边走了 结果到了包围圈里头之后 窦建德是突然发难 然后隋军是阵脚大乱 战场上被斩首数千级 被俘虏的战马多达千余匹 而郭炫也被窦建德给追上 然后将其杀死 把他的头颅献给了高士达 这下子高士达窦建德升为大阵 那么紧跟着隋朝又派来了一个大臣 太普京杨毅臣来讨伐他们 杨毅臣这个人 以善打恶仗而著称 当时窦建德审时度势 然后跟这个高士达建议说 说杨毅臣这个人呢 号称会用兵 而且最近他们接连战胜 所以呢士气高涨 这种情况之下 咱们最好不要与其正面对抗 咱们给他来一个诱敌深入 与他周旋 然后趁其不备来个突然袭击 但是这任高士达 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觉得这玩手杀了不起的 不就打吗 因此他决心正面接敌 他把窦建德留在了大营里边 然后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出战 当时窦建德一看这个形势 就跟手下的人说 东海公啊 刚毕自用 东海公指的就是这个高士达 今天毕败 咱们要早做准备 咱们做准备法呢 他放弃了大营 率领部队在周围的险要地段上 扎营助手 结果果不起来 起义军战败 高士达被杀 然后这个窦建德收拢残部 退到这个战略腹地里边 避其风亡 在这个地方窦建德积聚自己的实力 当时河北地区齐军众多 而齐军一般抓到隋朝的官员 或者是抓到知识分子 就一个字杀 很多这个高人义士都死于非命 但是只有窦建德不这么干 窦建德理贤下士 招揽这些知识分子 所以很多人才就汇聚到了他的旗号之下 由此窦建德的实力越发的雄厚 最后终于引来了隋朝大军 薛氏雄部的这个讨伐 这场战役非常的关键 打得也很艰苦 窦建德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 诱敌深入 然后趁敌疲惫之际 发动袭击 结果决战的这一天天降大雾 不便敌我 双方打了一场真正的混战 打到最后 隋军坚持不下去了 阵脚崩溃了 薛氏雄逃跑了 而窦建德通过这一仗 可以说奠定了自己 河北霸主这样的一个地位 大雁十三年 窦建德对外自称常乐王 到了战胜薛氏雄之后 他又定都乐寿 改元为武奉 但是请大家注意 直到此时 他仍然是称王 不称帝 他的思维和李渊是一样 避免树大招风 从这点上来说 这人也算得上是心思缜密 而他也天注定 将是李渊父子 最大的敌人之一 明天我们将讲述 李渊进军长安路途上 所遭遇的那些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